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动员令 一众男丁可能逃不过为国捐去的命运 在动员令下有人逃往海外 有人奋起反抗 也有人任命了结夙愿踏上战场 为了不让此生可能留下遗憾 当地一些情侣选择在另一半出战前 到婚姻注册局登记结婚 一了人生大事 里程后这群预备异军人 就伴随着苏联为国战争去 和亲属的啜泣声大步离去 新婚本是喜庆室 但风火下的准新娘却脸带哀伤 在俄罗斯巴泰斯克的这一对准夫妻 原本并还没计划结婚一世 但是当丈夫安德雷被宣召出中后 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结婚一世 一对对新人注册后 军用巴士也已在外等候多时 现场有民众奏起了苏联为国战争曲 但是在场的老人妇孺 脸上都是不舍的神色 一众预备异军人的亲属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目送他们步入巴士 努力把他们的样子都刻入脑海 因为谁都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下一次的相见 另一边乡 普京自9月21号发号施令后 战斗民族的抗议及逃亡行动至今还没结束 芬兰当局释出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周末就有将近1万7千名俄罗斯人涌入芬兰 比一周前的人数多了百分之八十 我们走到工作 我们已经拿了军联军 当然想要这里再继续 到美国没有继续 人们不想战争 想要这里再继续 在好爱的芬兰 可能不想 不想 不想 因为想要选择战争 不想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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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与此同时 也有俄罗斯人担心 军事部分动员令仅是第一步 未来或许会有更多人被送往乌克兰参战 有人认命 有人试图逃离 也有人发动反战抗议示威 在东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 就有不少民众上街抗议 不少女性抗议者 手牵手跳起当地传统舞蹈欧苏哈伊 据拍摄者声称 警方在示威开始时 显得有些无助 但事后还是拘留了24名示威者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wild 舞as 威尼 揍 散 44 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